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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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不曉得你們拍手幹什麼 歡迎 OK 我要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好嗎 你是台灣人的請你舉手 你是台灣人的請你舉手 好 我不相信 因為你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你要證明台灣人啊你的證件 頂完下你是台灣人嗎 你有身份證嗎 你有身份證嗎 來我來看看你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看你的身份證是不是這一張 來 你的身份證是不是這張啊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這張 中華民國 你是中國人啊 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耶 你哪裡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啊 你拿這一張到美國 或者你去海關 他會說你是中國人 你不要講你是台灣人 你不要騙人啊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耶 好過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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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西亞瑞說 拿台灣護照免簽證對不對 他特別台灣護照兩個字 講四個字講得很清楚 台灣護照免簽證喔 你拿那個護照是這邊 這是不是這一邊 你看一看 是不是 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耶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你是中國人啊 你是中國人耶 各位這是很嚴肅的問題耶 所以美國人也好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覺得說 你台灣人都黑白講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尊重你台灣人 你台灣人亂講話 你台灣人是非不分啊 你明明是中國人 可是你跟他講說我是台灣人 不要說你覺得很奇怪 美國人全世界 包括歐洲日本都覺得你很奇怪耶 所以你不要怪說人家 我明明是台灣人啊 你跟他講我是中國人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嘛 而且更奇怪的是 你所用的錢幣上面是印什麼 你看看 你的錢幣 中華民國耶 連你的銅板上面都是中華民國耶 所以我後半天問說 台灣人的鞋手你不能鞋耶 你如果鞋你就給我騙了 但是 但是 你現在有機會可以騙了 因為你如果去申請我們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那張身份證 你看看 那張身份證就是什麼 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看看嗎 拿這張的時候你就可以證明說 你是標準的台灣人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來 有這張台灣身份證的請你舉手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聽我講完 你有這張身份證以後 你說那我沒有護照怎麼辦 想要護照的請你舉手 台灣護照的 你想要有台灣護照請你舉手 OK 各位 你來對地方 你來這裡是參加什麼 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學院的研習會 各位 第幾期的 54期 前面已經有53期了 你看看 你真的看 這幾百的 各位 我們台灣人面臨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就是我們搞不清楚我們自己是誰 所以李正輝有說一句話 那句話大家都聽不懂 我也問李先生 李先生你講了一句話 那句話說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請你舉手 沒有人 李登輝他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那我說我不是我的我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解釋 這是政治的人物 一天到晚都說一些 迷迷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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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的事情 所以我們台灣人 六十八年來 生活在這個裡面 非常的痛苦 本來全世界 有些國際孤兒 以色列是國際孤兒 有 巴勒斯坦是國際孤兒 台灣是國際股河 現在人家人的股河都已經變成國家了 只有我們台灣要在那邊勿勿 因為台灣人不懂得主角 不懂得說你自己 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這就是怎麼樣 在2000年十月二世 我帶了218人去美國和國美國政府 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如果是中華民國給我付錢 你為什麼讓我去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那是不對的 因為我有特殲政法 之後我們夠贏了 我們國民算是好運 大家都運氣很好 今天來這裡受訓 因為我們現在進入 馬上就要成功 而且國際馬上要承認 台灣政府的這個階段 所以各位 你來這邊受訓的今天 54屆 坦白講是很幸運的 54屆 55屆 同時下一屆的 第13屆的高級班 真的是很幸運 因為這個關鍵剛好在那個轉捩一點 所以為什麼呢 我要講一些台灣的歷史讓你知道 我們台灣的歷史是怎麼說 先來說 中國他講了一些謊話 中國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看 中國 台灣是不是真的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 那你總要如果是中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話 這樣台灣這個土地應該是本來是屬於中國的嘛 包括那時候馬關條的掛給日本天龍的時候 割讓給日本天王的時候 也應該是屬於滿清的土地才對嘛 我們看看滿清時代 台灣的這一塊 這一塊什麼 這一塊地圖看看 來 我們看 來 各位 當我們台灣這一塊土地跟滿清帝國的時候 那時候的土地的 來 我們看一看這個地圖 你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說 到底台灣是不是清朝的土地 來 台灣本身 清朝原來是怎麼樣 他是從台灣這塊土地的西半部 把這個西半部 當作是清朝的豚肯區 當成清朝的豚肯區 他就是把台灣這一塊土地 把台灣的這一塊土地 分成六個地方 六個區域的豚肯區 所以他 在歷史上就跟你說 你台灣人是以前從中國移民到台灣來的 沒有錯 有一部分人確確實實是移民過來 但是你知道以前的航海並不 不很發達嘛 所以他來台灣的時候變成怎麼樣 男的敢來 女的沒有辦法來 所以男的可以來 女的不能來的時候 就變成怎麼樣 所以我們台灣人有幾句話說有長三公 沒有 有長三公 沒有長三公 有嗎 就是有男的沒有女的 沒有女的就不能有後代 所以這個後代是什麼 變成要坐跟當地的平坡做的 來結婚 來生產後代 你看看 台灣這塊土地 在日本在清朝的時候是這樣 這個地圖 這不是我們圍 這是人那時候 外國人所圍 他圍這樣 你有看到嗎 台灣這個土地 台灣的移民怎麼空空 如果中國人要跟你解釋說 那時候 塵造海裡面 還沒扶起來 那黑白說的 這平是什麼土地 高山祖的 高山祖 高山祖的土地 可是呢 清朝畫的那個地圖的時候 你不能把不是你的土地畫到裡面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 確確實實在清朝的時候 是清朝帝國的拓殖地 拓殖地也就叫做殖民地 因為戰爭法有規定說 從殖民地可以割讓 那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能割讓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確實不是 中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不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清朝打敗仗以後 他要割讓台灣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根本沒有被允許 但是後來他發現說 因為他是殖民地 所以他就可以名正嚴肅的 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各位 右邊是高山祖 所以在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以後 這一塊土地已經變成 日本天皇的土地 當然日本天皇 你要知道 殖民地割讓給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個國家也是把你這塊土地 當作什麼 殖民地 所以我們的課本上面寫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有沒有 他講說日本竊佔台灣 可是日本不是竊佔台灣 他是怎麼樣得到台灣 他是因為 甲午戰爭1894年 甲午戰爭以後 清朝打敗仗 那麼 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 要他賠償 那他沒有錢賠償 那怎麼辦 他說這樣子 我就把台灣 澎湖 永遠割讓給你 好像是賣給日本天皇 他除了賣了這個 台灣跟澎湖以外 他另外還賣了一個地方 叫做什麼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以前叫做奉天 奉天 奉天是什麼 這奉天就是滿清的發源地 清朝就是由滿清滿洲人來 佔了中國以後 然後改成清朝 所以奉天也是要日本天皇說 那你把奉天也割給我好了 所以在馬關條約裡面 除了把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以外 也把奉天 也勞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問題在割讓了以後 全世界三個國家 那時候比較強的國家 義大利 德國跟蘇聯 蘇俄出來抗議 他說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割讓台灣澎湖 我們沒有話講 因為它是你的拓殖地 你的殖民地可以割讓 可是呢 遼東半島是 神聖不可分割中國的土地 是奉天是清朝的 發源的地方 你不可以割讓 那日本天皇按照國際法 按照萬國公法 在割讓以後的三天 十天又簽了一個條約 叫做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就是把遼東半島 再還給清朝和皇帝 可是台灣因為是殖民地 所以可以割讓 各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這塊土地啊 自古以來就不是清朝的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那後來因為 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要求 他的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率同武漢大學的87位的博士 戰爭法的博士呢 跟全世界的戰爭法博士 集合以後去研究戰爭法 他們的研究結果 跟我所研究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也出了一本書 在2009年出來 那這個書裡面呢 每一個地方寫的 跟我寫的都一模一樣 唯獨有一章節他沒有寫 就是有關台灣的部分 那我相信台灣的部分 這個研究小組 已經把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他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報告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胡錦濤也好 習近平也好 包括江澤民 過去他們雖然講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三年前開始 尤其是胡錦濤的下半段 跟習近平的上 剛剛接掌的這個時段 他們從來三年內 從來不再講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我們應該很高興對不對 要不要拍拍手 好 台灣既然跟你中國切開了 我們就要再繼續研究下去 那因為我們報紙在寫說 包括報紙 過去的宣傳本宮 說台灣是日本天王的殖民地 這句話前半真的是對 可是現在是不是對呢 是有問題 那我們看台灣這個整個地位來看 台灣在當初 確實是清朝的拓殖地 它的殖民地 所以清朝把它割給 這個台灣朋友 割讓給日本天王 那我們所念的書不一樣 我們所念的書上面怎麼寫 我們所聽的書來的 你跟他們說 清朝建拜 清朝呢 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 你割讓是這樣請你下手是不是 對 都這樣嘛 你割讓給日本啊 日本切斷台灣啊 我們割讓都這樣嘛對不對 你看它是不是 這一段歷史寫的對不對 割讓給日本是這樣嘛 來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原文你看 不要看裡面啦 只看第一句話就好了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訂立合約 誰跟誰訂了合約 大清帝國陛下大皇帝哦 八皇帝 皇帝跟皇帝簽的哦 這是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很重要 在法理上的法律上的一個觀念 皇帝跟皇帝 就是兩個人簽的條約 跟其他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 例如很簡單 我講的就聽了 我跟鎮長 我們簽了一個條約 我把我的車子 賣給我們的鎮長 我請問你 這部車的所有錢 他已經付錢給我 我辦了給他 交割給他 那這部車的所有錢 是不是屬於鎮長的 是不是 成功鎮的鎮長的嘛對不對 成功鎮的鎮長 他的車子 然後鎮長說 我公務很忙 我想要找一個司機來開 可以嗎 可以啊 他的車子他當然可以開啊對不對 站長找一個司機也是名正言順嘛 他很忙嘛 好 找一個司機 找一個 假定說他找了總理來當司機 我們總理當他的司機啦 那開車 結果我們這個總理開車的時候不想聽碰到人 那碰到人 人弄受傷了當然要怎麼 要賠嘛對不對 那我們總理就講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我把車子賣掉以後就賠給你 可以嗎 可以的請你居長 可以嗎 不可以 OK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 蔡總理他不是這個車子的所有权人嘛 不是這個車子的所有权人 當然不能把車子賣掉嘛對不對 誰才可以把車子賣掉來賠給對方 鎮長嘛 這樣清楚嗎 好來 我們來看台灣 台灣的現在所有权人是誰 日本天王 日本天王他有這麼多的土地 他一個人沒有辦法去管嘛 他就要怎麼 他就給總理嘛 首相嘛 因為是殖民地 所以殖民地他就必須不能再用首相去管啊 殖民地要有特別的一個制度啊 叫做總督啦 他就任命的總督來管台灣啊 所以我第一任的總督就是華山之際 日本的首相是管其他日本 日本天王所有的那些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OK 問題來了 日本天王跟首相 跟這個總督啊 這兩個人一個是有所有權 另外一個是有管轄權 那戰爭法裡面已經非常清楚 那日本天王按照戰爭法他怎麼做 萬國公法 本來這個土地是他的殖民地 那殖民地他總要想說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殖民地變成我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啊 就是說本來這個這個小孩是我 我由來 我的養子 養子要把它變成你的嫡系 可以嗎 也可以喔 法論也有這樣規定嘛 就要怎樣 他同意啦 經過若干年啦 改姓名啦 台灣這個土地一樣 你看看喔 本來北海道也是日本天王的殖民地 因為北海道裡面住的是愛奴族的人 愛奴族的人啊 他所講的不是日本話 日本天王呢 就先讓北海道的人學日本話 同時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然後呢 最後他就實施憲法在這個北海道 這塊土地 所以按照萬國公法的規定 你只要實施了憲法以後 讓這個人民有參政權跟參藏權 就是你也可以來參加他的政治 然後呢 你可以替日本天王打仗 這一塊土地跟人民就變成 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我們台灣也是一樣呢 他剛開始的時候在1989年的時候 4月7號啊 這個馬關條約簽了以後呢 在5月8號啊 這一塊土地 馬關條約就生效 6月2號 辦了一個移交 在基隆的外海 由華山之際第一任總督 跟李京方就是李鴻章的 第二個小孩 他們簽了一個交歌 交歌 交歌的時候就從台灣這塊土地 跟他的周邊群島跟澎湖 永遠交給日本天王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這一塊土地 變成日本天王的殖民地 拓殖地 那日本天王接了這個土地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他很高興啊 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當他派了軍隊 跟進來台灣以後 發現我們的高沙族反抗 那高沙族反抗 他就覺得很奇怪啊 他說奇怪 人家這個土地已經 已經割讓給我 你還反抗 可是高沙族怎麼想 欸 你是義族呢 義族的奇怪 這不一樣的種族 你義族跑到這裡 我的生活領域 你竟然規定 我不能用獵槍 我不能打獵 這違反我的生活領域的方式嘛 所以他就有反抗嘛 那一反抗呢 那就會 因為高沙族坦白講 那個時候很勇敢 可是武器不精良 那武器不精良 日本人是現代化的軍隊啊 用炸藥啊 用子彈啊 那個時候高沙族還用弓箭 當然嘛 箭輸儀 你比較用也不好對不對 你個子很大沒有用 一顆子彈去就沒有了嘛 炸彈一炸就沒有了 飛機 還有飛機 當然你也輸 所以在1895年 這個土地掛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經過10年 大概1905年 1905年的時候啊 日本政府受不了了 他怎麼每一次 這個高沙族在那邊反抗 什麼事件 什麼事變都有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國際會議的時候啊 日本政府啊 就邀請當時對印第安人 有鬥爭經驗的美國 美國的派人啊 在那個大使來參加 國際會議 國際會議之後他們認定 高沙族只是部落性的組織 不是一個國家的組織 在部落的組織 所以他們沒有主權 因為主權這兩個 台灣人也好 中國人啊 從來沒有這個觀念 英文叫做Sovity Sovity呢 他沒說 最近的100年之內 這個字才出現 那世界上已經演變了說 有Sovity跟沒有 有主權跟沒有主權 斷定沒有主權以後啊 日本開始派警察跟這個軍隊啊 從北到南經過10年 全部把它征服 戰爭法裡面啊 沒有打贏跟打輸 Win跟Lose 沒有 戰爭法裡面只有一個 征服 我給你證服 因為 你知道嗎 國家跟國家大家都要面子嘛 你打敗仗 打敗仗 有一天怎麼樣再錄起來 又要打勝仗嘛 那就一直到 一天到晚就在戰爭 所以就沒有這個字眼 就只有征服 風有點大 沒有關係 OK 那個 來我們這裡很重要 我們現在講到很重要的部分 19 1895年到1905年的時候啊 日本政府 日本天王發現不行 一定要想辦法 把這一塊土地啊 變成一個主權 能夠統一的地方 那所以用了十年的時間之後 1905年到1915年啊 從北部把它征服到台灣的南部 啊 所以 真正正正的建構台灣主權的人是誰 日本天王 真正的建構 跟那個時候 400年來 台灣從來沒有主權 從來沒有主權 從1915年以後啊 這個 從北到南 才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所以 1922年的2月6號 那當時國際上有一個裁軍協定 在華盛頓的裁軍協定 那華盛頓的裁軍協定的 所簽的條約裡面的23條 第19條 第19條上面規定 承認 台灣澎湖是日本天王的領土 是這樣跟台灣那時候 台灣人 台灣這塊土地才有一個主權 以前台灣沒有主權 這塊土地沒有統一的老闆 有統一的老闆以後 才有主權 所以現在 剋本的黑白寫 這樣亂寫 中國黑白寫 他現在他也知道說 台灣以前到現在為止 中國沒有台灣 你以前的土地就是 你剛才所看 那一半 那一顆小孩 好像一隻蟬 那個蟬 牛 一樣的意思 所以就沒有 所以你看看 我們台灣人的主權喪結 是日本天王 現在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王 你聽清楚 1922年得到證實 日本天王他就在想 他說 現在這塊土地已經被我征服了 政府以後 我就要想說 從日本土地老百姓 農總讓這塊土地老百姓 學我一季 學我日本人的穿衣習慣 各方面風俗習慣 所以在1937年的4月1號 開始實施黃民化 黃民化就是 讓你台灣人開始學一季 台灣人太久了 各方面跟日本本土那邊的人一樣 終於在1945年4月1號 宣佈 日本天王頒布了一個招數 那時候宣佈說 給台灣的人 所有的人 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什麼叫參政權 就是參加政典 所以我們台灣有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去日本參加國會 這都是一個屬性 歷史上都有 都不記得 所以有的人說 1945年4月1號 才宣佈的話 那你 他投降是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王投降 經過這個半月而已 這樣才有尊勝 當然也有尊勝 你如果今天結婚跟你們看來結婚 去定期後 明天說你要離婚 那不行 不行 那兩個都有同意 對不對 你看 1945年的4月1號 那麼昭和天王下昭示法 實施日本憲法在台灣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同時這塊土地就變成日本天王的個人的土地 神聖不可分割 你看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王宣布投降 投降以後 1951年的9月8號簽了一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的4月28號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有27條 27條裡面有哪一條對台灣這塊土地 日本天王受到處分 日本天王受到處分 沒有處分 沒有處分是什麼意思 日本天王原來所擁有的 仍然繼續擁有 所以美國的參議員 有一個參議員 很大的參議員 那個參議員 在日本 美國住在日本 連續11年的一個大使 這個大使 跟當時的美國總統講 台灣沒有被割讓 就表示 台灣這塊土地仍然屬於日本天王 這段變成機密檔案 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這段我有看到 很注意 所以我在研究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情 台灣人剛才這個問題 說不通 跟那裡吐出來說不通 因為有很多秘密檔案 你看不到 但是我自從去顧美國 我會把美國謠記說我要看秘密檔案 我有資格 因為萬國可以去看他的秘密檔案 你看最近和平條的第二條什麼 他寫說 日本 renunces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這句話 看起來很簡單 一字一字看很簡單 日本是代表什麼 日本 只說日本是靈魂 是日本天 日本是日本政府 你只說日本是日本 No 日本政府 你說你為什麼解釋為日本政府 為什麼不要解釋為日本天王 很簡單 我跟你說 剛才導航的時候 1945年8月15號投降 1945年9月2號 簽了一個投降書 投降書在東京灣的秘書里建 那張尊日本帝國的代表是誰 崇光奎 我們看崇光奎 那個投降書簽了 這個崇光奎 崇光奎 在這個投降書 投降書裡面 投降書 投降書 崇光奎 你把它放得比較大 這個崇光奎是什麼 是日本帝國的外交部部長 你看他的代表 他的title在下面是什麼 Behave代表 Behave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的天皇 and and 就表示這兩個不一樣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 你看 過去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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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就證明 證明說崇光奎 是代表天皇跟政府 是不一樣的 天皇是天皇 日本政府 是日本政府 所以 你看得出來 很可惜 68年以來 我們台灣的地位 到現在才發展 很可惜 日本人說 很可惜 但是這個可惜 還好我們今天看到 崇光奎是代表 日本政府 和政府 是不一樣的 現在所以 你看看 你回來 就這和平條的第二條 第二條裡面 你看看 第二條 Japan renounced 放棄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就今天和平 就是我們台灣的生 救台灣的生命 最基本的東西 這個ALL 大家有同學英文嗎 同學英文請你押手 你不敢押手 你不敢押手 你如果沒有押手 你的押手 我告訴你 你有同學 有同學英文押手 你不敢押手 都押了 好來 AL是 O O的後面 要押S 對不對 你有押英文 文法 我現在在教英文 all right 這裡一個S 對不對 這裡有押嗎 沒有押 好奇怪 寫不到 不是寫不到 這是法律裡面的詞句 all right 沒押手 如果沒押手 表現什麼 所有的管理 可能有一部分管理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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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起來 不是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同樣這個地方 你只要押這個 和平 你再押一個東西 我給你看 1947年的2月10號 義大利 義大利也建書 244年代 他還有一個 德國建書 義大利建書的時候 他有一個條約 2月10號清閣條約的23條 你看看 你看 義大利合約 1947年2月10號 的第23條 義大利 Renunces 放棄 all right and title 還有一個條約 還有一個條約 這個只有兩個而已 Write和Title 欠一個什麼 Claim 台灣就有這個Claim 你有看到嗎 義大利的什麼 沒有Claim 有嗎 奇怪 為什麼有Claim 和沒有Claim 有什麼差別 我跟你說 這就是殖民地 跟非殖民地的差別 Claim是什麼 非殖民地 殖民地的時候 就沒有Claim 就不能主張 所以義大利是 索馬利亞 是義大利的殖民地 所以他放棄的時候 他本身就沒有那個主張權 所以就不能放棄那個Claim 沒有東西你不能放 所以台灣呢 因為 他不是日本天狼 他是日本天狼的 這個做 硬頭 所以他有Claim 你看有嗎 所以你說 建政犯 三天兩天 不一樣 要讀得很新鮮 全世界都讀到頭 你才我就 殺這問題 你才能夠發現 所以美國很配合我 因為我讀到頭 我讀速度很快 我讀英文很快 我還可以抓到重點 所以美國說我天材 來 你們拍手 這就是什麼 你今天在這裡 我在境外在上課 天材要上課很累 我感覺到也比較好 來 日本放棄 所以這個東西 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說 台灣已經在1945年的 4月1號 變成日本天皇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現在問題來了 台灣沒有被放棄 沒有被割讓 沒有割讓 割讓是什麼 CED CED 割讓 沒有割讓啊 你如果不 我們跟他說 台灣沒有割讓 給任何一個政黨 或割讓給任何一個國家 沒有割讓 就是什麼意思 恢復原狀嘛 恢復原狀有什麼意思 日本天皇嘛 願念在這裡 所以 我們在2010年的9月8號 我們去美國辦一個集會 因為我沒有去嘛 我怎麼不能去 因為我腳也不能去 不是啦 因為我 我主張說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就不要申請護照 我沒有護照 那我就不用去 那有一個廣告有沒有 肥宅嘛 記者問說 你如果不去照給你什麼 我腳也不去照 我腳也不去照 那我就說我腳也不去 好 我真的沒有毛 我那天說腳也不去 我在高雄 我們一個動心很好練 馬上走來會腳 欸 我有一個廣告 我跟你說 不是意思 不是 腳也不去 不是真的我腳也不去 不是啦 我真感謝 感謝我們的動心 我看他還跑到幾千苦肝 還要給他補一塊 吃到腳也不去 因為我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沒有護照嘛 因為我沒有護照 我要照顧美國 對不對 今天我就 現在每天都要亂 跟歐巴馬亂 歐巴馬派他 你稍微來記兩天 那邊 最近又來一次 第三天 我沒有記到 因為他在忙 我也忙 他現在 他現在 我現在也不去照顧 我說欸 我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你怎麼 你怎麼 跟他在這裡 變成關子 小間我關子大間 台灣 我也是關子 我不會出國 我很多年不要出國 因為我沒有護照 所以 我們這禮拜 我們這禮拜 要在美國開機這回 你們知道嗎 四位是大人的 我告訴你 四位是在華盛頓DC的 國際記者俱樂部 要開一個 國際記者會 中華民港 六十八年來 早來是台灣在米 他有開一個記者會 有嗎 沒有欸 一次記者會 都沒有開過 全世界 大家如果要開記者會 都在華盛頓DC的 國際記者俱樂部 奇怪 我們台灣政府 可以聽開 我們台灣政府 比中華民國 比較大 有人傻傻 你會叫中華民國 欸 誰敢 誰還不知道 我們開記者會 他不能開記者會 表現什麼 我們被國際成 他沒有欸 你不用自己拍手嗎 我沒有開玩笑 我說一下 四月二 我們記者會開 政策選佈說台灣政府成立 加入 國際組織 他後 對一個人 說他是台灣政府 我們就要告 我跟你說 不是開玩笑 中華民國要出租委員 所以 一切按照法理 你看 我們開記者會 我們說我們是台灣政府 有的人會 會假的 跳出來說 你不能代表台灣政府 我不會 我會怎麼說 這是美國 美國 他很簡單嘛 你就講到你有沒有台灣身份證 他說有啊 拿出來有看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 你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沒有資格來講說 我不能代表台灣政府 你說對不對 老拜 如果有人跟你說 你不能代表台灣政府 你告訴你 好 我不能代表 我請問 我有台灣新聞證 你有嗎 付照拿出來 中華民國 新聞證拿出來 中華民國 鈔票頂完啥 中華民國 換你把他吐槽 你是什麼台灣人 我都不知道 啊 我知道 你中國人現在學會 要講台語的 我說的 這完全合無法理耶 不是 我沒有跟他家 我也沒有說八餐 對不對 你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還要主要跟我說 我可以代表台灣人嘛 對不對 那有你嗎 我們要成功了 我告訴你 來 我怕你比較要緊 最近我們和平條 第一條到二十七條 裡面沒有一條 來出運到日本田農 所以沒有出運日本田農 代表說這個土地要是日本田農的 所以 2010年的9月8號 我們去看家那個酒會的時候 日本的國安宮 就拿兩張道 給我們人叫他拿回來給我 他說哪個秘書長 他馬上就很清楚 那兩張道是這兩張道 你看 但是他找這兩張道 真的沒有漢字 日子數不得 那沒有人咬下去 你看哪邊那張道 這是你說台灣的主權 是什麼人的 台灣主權是屬於那兩隻白鵝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也是對 那道道 有的人是說 所以一樣一張道 有的人看不 說台灣主權是那兩隻鵝的 不是啦 遭什麼 住在那間房子 二重橋 那間房子的人 那老闆什麼人 日本田農 日本田農 日本田農就是日俗 對不對 好來 美戰 那那個 這個人是什麼 歐巴馬 對不對 歐巴馬 歐巴馬 歐巴馬是什麼 總統嘛 為什麼說總統 那不是軍事政 那不是政府 因為 佔領責 有一個責 你知道那個人 是要代表 從杜魯門開始 每一個總統 現主席 代表是什麼 就是歐巴馬 這就是為什麼跟你解釋說 為什麼中華民國 他的總統 動算以後 歐巴馬 還是美國總統的好彈 如果不夠他 他就不能證實 原因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照理你來說 應該是美國的軍事政令 檢查台灣 為什麼美國檢查 很簡單 1945年 那段日本時代 鋒炸台灣的是什麼人 日本的鴨手 有日本的嗎 沒有 你不能說沒有 你去外面問家庭 家庭 家庭有很多跟你說日本 你問問為什麼 八年抗戰啊 你再問問 你老婆老婆是什麼人 台灣人啊 台灣人 那是什麼國際 他就想規寶 想規寶 他說你日本政 日本政怎麼是日本人 來鋒炸日本 怎麼會有事 他就說 我扩兵就是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 那是你自己洗 那真的 中國人說有八年抗戰 沒有 他當時選前 你怎麼知道 我跟你說 1941年的12月7號 日本天皇去鋒炸珍珠港 12月8號 美國的國會選前 政行選前 12月9號 國民政府選前 我們台海庫文裡面說 蔣介石其的白馬宣戰 什麼幾萬青年幾萬軍啊 大家同胞們起來抗戰 有 國民政府現在宣戰的公告在這裡 你看國民政府 那時候不是中華民國 來你看 這樣動作也比較近 國民政府的宣戰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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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歷史文件 我們沒有做過 你看 國民政府對日本 宣戰的那個報告 你看 是國民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 那時候 他選前 以後日本有回應嗎 沒有回應 為什麼 日本人說 你當中中國有三個政府 第一個政府 國民政府在重慶 第二個政府 中華民國在南京 汪精衛 第三個政府在 延安的毛澤東 你三個哪一個對我宣戰 哪一個代表中國 一個都不能代表 所以日本人跟今天 他的庫文裡面是什麼 我日本進出中國 沒選前就沒見證嘛 戰爭是何等神聖啊 青青菜那裡就選擇 你當中 酒店有選擇 沒有耶 你也要騙人 什麼人選擇 主席 林申 有啊 他後面沒有協助 後面有啦 有酒店 酒店那個人做什麼 行政院院長 行政儀一定可以宣戰嗎 五斤儀可以宣戰嗎 不行嘛 所以他跟你騙嘛 他幫你製造他的英雄 對不對 你說喔好偉大喔 順利說 取消不平兩條約 我小時候 讀書都說 喔好偉大耶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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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不平兩條約 我告訴你 全世界所有的建政啊 沒有一個條約是平等的 你絕對的嘛 你建輸你 我就下一個平等條約 你打敗仗 打敗仗的人要 敗仗的人要 賠戰勝國耶 還要賠錢耶 那絕對不平等啊 他說 取消不平等條約 怎麼取消 那胡說八道 國際法裡面也沒有這條 喔可以取消不平等條約 條約是 那是當時你自己 歡喜甘願簽的耶 那有人拿一支穿 跟你說 你一定要簽 沒有耶 各位 所以你不能去中價 更可怕的是說 蔣介石說 除了取消不平等條約 他小時候就 發肥子在那裡收 逆水而有 哇 大家都這樣 覺得很偉大 黑白說 那蠻哪有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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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五歩目的 那都用暗紮的 用香港跑的 中國人去投的 所以這個人根本 一點點都沒有偉大 那真的海台灣人 這對什麼人呢 送米聯 送米聯 這個很好的 台南聯網 就搬去美国 宋米凌是美国人 美国人他就对那个 他要做这个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 所以他每次去那里就去贪罗斯福道中了 罗斯福后面那个叫做杜鲁门 杜鲁门破火大骂 宋每年你这个宋家一家都是贼 都是杜鲁 这个杜鲁美国那时候 他把罗斯福跟塞鲁门 给他一笔很大的经费 说要援助中华民国 结果那钱都放在他家里放在里面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真的叫海事 因为杜鲁来自台湾百点条 宋米凌又用他的美人气 对啦 现在台湾的地位都模糊了 台湾都模糊了 实际上台湾如果叫国际法来说 我们老老大跟琉球同样 等于日本天皇的成功变 但是有啦 波斯坦宣言有你说 有日本今天大日本帝国太强了 不能给他默祖会 是最好是日本只有世界脱地就好 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样就可以了 包括北方四岛说没有苏联践 但是你要知道国际法来 那建签外有一点叫做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所以你苏联践较久也要移转 琉球你让美国践较久也要移转 台湾让中华民国践较也要移转 但是现在形成问题 美国就在讨论 不自然宣言那时候有你说 不必让日本太強了 你台湾没你怎么让你台湾主地 所以1950年的时候联合国 他们自己本身有讨论 那天明天也有 第五条说 要不必让台湾主地 不是既观自己 不是自觉 不是主观 主地 让你本土台湾人自己来管理自己 这是美国最后的秘密 我们在这里有啥 我们现在就走这条路 我们走这条路 我们现在台湾人 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 相互有两种两 一种是我们本土台湾人 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你才知道 美国的 美国的一些法律都有啥 我相信就给你看到没有 你说英文我再考虑 the people of 台湾 要怎么翻译中文 the people of 台湾 怎么翻译中国人对不对 对了请举手 对了怎么会对 the people of 台湾人嘛 对不对 我说不对 谢谢我说不对 台湾人 台湾人对请举手 对了 没有错的 the people of 台湾人嘛 台湾关系法 这个台湾人 the people on 台湾 the people on 台湾 亚洲 你也不要亚 两个都是台湾人啦 但是the people of 台湾 世界上这个off 就是代表什么 奔土台湾人嘛 王台湾就是 住在台湾的台湾人嘛 夭壽啊 英文给你做这个 这个中文的翻译都有同样 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你说国际发生 他不是台湾 他不是台湾去了 所以上海公报 就这些和平条约 这些东西说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f 台湾 台湾关系法就是 the people on 台湾 台湾关系法就是 要害死我们台湾人的 台湾关系法 the people on 台湾就变成 包括妈英九 他们在中国人都包含在里面 但是妈英九 他现在是代表 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当局 台湾是最上 没有中华民国政府 只有一个叫做台湾动局 台湾当局 所以台湾政府出来以后 我故意说 台湾这个土地 只有一个政府 叫做台湾政府 所以你要有信心 全世界不可能有两个台湾政府 所以以后在美国 在国际上 包括每天 如果说台湾政府 我们就要搞 你稍等 我4月25号已经宣布过 我由本土台湾人 已经做这身台湾政府了 你不能把中华民国政府 把它叫做台湾政府 有利吗 有 你要拍手拍太快 因为你的头脑 不一定这样 你妈上就又变起了 我说你听 你不相信 我说你听 你注意哦 三星期前 我们不是有野球比赛 有吗 棒球比赛 你有看吗 有政策吗 我们拍牙拍手 日本拍一个 我们拍牙拍手 拍牙 拍牙的抓手 拍手的抓手 我们拍牙的拍手 我就突然跟你说过了 中国民国不是我们啊 中国民国代表对于叫什么 Chinese台北对不对 Chinese台北是 中国人 带我们台湾人做的佣兵 我们是日本人 你不记得这样 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们是日本人 建牙拍手 你看 你看 你看台湾的问题 有穿吗 有穿吗 你一天到你十十八年的 小脑 你回不过来 我跟你说实在 你不能笑 你真的是转不过来 我一天到跟你说 跟你说 说过你知道 人家说六十八年 我只说一文章 你当然也不知道我 但是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台湾人是日本人 我还说一个国民兵的证明 给你看 台湾人 如果去建筋 打仗四季以后 国家一定要将你的英灵 给你修修来 对吗 给你拜 那不是 日本的建国神社里面 有三万九千一百名的 台湾英灵在里面 是什么 因为这台湾人都是 替日本天龙寺 替日本台湾国家寺 所以日本 拜祭建国神社 你跟我说中列词 中华美国有些叫中列词 中列词里面台湾人有几个 没有一百个 你跟他们看到 不要是一百个 去中华美国社 有作兵 你作兵的时候 有些人也作兵去 在社会有 进去 洗脑 什么 没所浪 鬼了 鬼了万人 鬼了万人 有带你 带你去拜吗 没有 台湾人 死死就好了 你死不死 像是一乳狗 日本人是真心的对待你 你是日本天皇的新民 臣民 日本現主席 这日本人 日本麦克拉社修宪以后 他变成日本天皇的国民 我们还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臣民比国民更大 日本的政国神社你拜三万 高清一百名的台湾人 中国宗列祠拜一百名的台湾人 请问我们什么人 日本人 有清楚吗 我们在不买成任日本人的观念在哪 因为中国人告诉你 日本怯战台湾 你说怯战 我老是差了我不去拜他 就这样啊 我带来跟你说 屠杀 南京大屠杀 几十万人 我说南京大屠杀是嫁的 我绝对敢跟你说 你算是那些队队的时间里 说可以才几十万人 你要相信吗 我还跟你说 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王子 那些队队的时间里 那些队队的时间里 他自己亲身说 他说南京兔大屠杀 是我们自己捏造的 他为什么要捏造 他捏造给大家愁日 现在也是同样 给你愁日 最近钓鱼台宣布 日本宣布钓鱼台海域很快 台湾人可以去捏虎 有没有 你知道吗 你看有那个意思吗 你看没有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再来就是我们 台湾人 日本人要开始生意说 我们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你就是日本人 你为什么在那里捏虎 不然那简单 你亲爱的人 你如果白国家的人 要来我这里捏虎 可以吗 不可以 但是呢 你有看到 扩大你有看到没有 钓鱼台 旁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都可以捏虎 你日本现在开始 他现在知道 是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我们去日本 跟他拜那两次 拜一下 拜一下 日本 日本政府 就要抖虎 你知道吗 怎么说 他说 蛤 台湾又是日本 黑洞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说你日本人 当然也不知道 你就是战争失败 你的戴就没了 日本人打开 都没戴 真的 我跟你说 四月礼拜 如果时间会有 我们要在美国开机家 四个礼拜 要去独卖新闻 最大的保证 给他订阅一个保证 因为安倍晋三 他说 要配合日本的主犯 我们去订阅一个保证 恢复台湾主权 所以日本人 因为我们去拜 那两次 那日本人 我们去把建国神 拜 第一次一百五十万 不早敢承认 不敢承认 中国敢批评 不敢批评 是怎样 我们是借港的日本人 借港的台湾人 台湾的日本人 台湾的日本人 所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到今天为止 从来没有批评过 我们去拜日本建国神社 我们去年去几月 二百二十万 去年 我们要二百五十万去拜 同时 我们要提早八月十五号 日本天皇宣布逃航那一天 我们要去 建国神社 和日本人的内阁 我们台湾的内阁和日本的内阁 同时祭拜建国神社 你欢迎吗 但是这个内阁要拜的时候 只会当我们的内阁 跟参众议员的人去 你一定会觉得 怎样都不选去 有人跟你批评 那怎么都不选举 很简单的嘛 我们现在是军管嘛 军事政 中国政府有跟你批评 军政 训政 宪政 有没有 你有批评吗 军政 训政 宪政 我们现在还在美国军事政府 管辖下的台湾嘛 那是不是军政还没什么 那如果军政就怎样 先暂时没有选举 那不用选举 到一定的事件 到什么事件 我们的公民权利法案 开始实行 同时 同时 内阁什么都成立了 我们刚刚开始的参议院 不用选举 众议院要选 但是众议院刚刚开始开放一半 让人民选举 另外一半 中央指定 这中央指定要指定什么人 我们在座国会了 所以要分年四千名 完全在这里 你没有分年 我秦台去救 你说一个国民党的来说 我可不可以担任主管 我可不可以担任参议院 当然也不行 那些人 中国国民党的一天 想说中国跟台湾 要和平 统一 民政党也是同样 民政党也没有主権 你如果叫他民政党是台湾 No 想说民政党不是台湾 我告诉你 他的当中第一条说什么 他的台湾决议院说什么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他自己下来也没有 所以你看 他的上级 他的谢长庭 做那个那个 现在要用红旗昌 那些人 康信仰 各个都跑去中国 你不觉得很万坛吗 那当初 你别人都拿你回家 你把他跑去中国 有没有 你有这样做吗 你万坛吗 会万坛的请你走 你自己做出来的 人家在家里跟你笑 你们自己回家 我没有叫你们回家 我就老早在东京 就跟你说 我是中华民国 所以没有人 要不要叫他民进党 要叫中华民国民进党 如果中国国民党 跟中华民国民进党 有没有一样 完全一样 因为中华民国民进党 定于中国民进党 哎呦 要夭壮 到今天才知道 很多人说 我最后才知道 你不要看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 跟中华民国有一天会合并 因为中华民国仅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也仅称中国 两个都是中国 同一个中国 所以人家说共军国军 都是中国军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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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不是反共更好吗 有啊 你不敢说真万坛吗 你不敢吗 你不敢 你的心不敢 那些年 旧年的忘年会的时候 创英文要算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你们不要去投票哦 好 赞不赞成 赞成 不必要投票押手 大家都押手 你如果去投票 你的百多疼 好 结果如何 赞成 赞成 还有706万票 马英九是769万票 我老早在一天 12月30日 我就给大家宣布 马英九会赞成 80万票 没有 我不说假的 那天有参加忘年会 你去拿手 有啊 你问真的拿手 我有这样说 有吗 有吗 有啊 有啊 老早我就算不上了 80万票 有的人 你说 你以前说 我就去签那些 做赌盘 有啊 屏東 高原有人去签赌盘 像我贏五六千万 啊 你知不知道我会去签 不过我就没钱 但是我跟你说 是怎样 是怎样 美国的当人跟他说 赌盘会输 那些三支小支 好 夭壮流行 大家都滴滴滴滴 那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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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没落 现在都没落 哈哈 你们都有落 我知道了 那些公子 那些公子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想看看 全世界没有这种的选举制度 什么选举制度 你去投票给他 投票的人 按照道理 应该有 走路工的钱给你了 但是没给你 竟然选给了 对方那个人 可以拿三十票 三十块钱 有没有 你知道 你每一次去选 那个总统的时候 你只要230块呢 三十块钱 是蔡英文 还是说 三十块钱 买英雄 200块是多少 政党 政党每一票是50块 那些事情 我们去投票 投了半天 他政党 每一票得50块 每一年得 对不对 我们政党 你们得30块 有吗 你看 我们政党坦白重宽 我们给他拍手 对啊 你想看 政党 不是他 那冤枉 30块是有 只有跳 你听到没有 全世界 我跟美国人说 哪有人说 选票给人 比选去的人 能够得到30块 全世界没有这种选举制度 没有 只有中华民国有 中华民国哪有 他要跟你骗 扭曲 你按照道理来讲 你要当一个领导人 当立法委员 你是要服务老百姓的 哪里有说老百姓 盖给你 还要给你30块 哪有这种事情 台湾人选得很高兴 反正我给你30块 我后面拿了500块 台湾人500块就倒了 你没有想到 那个500块他给你以后 他会从后面给你挖更多 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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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都近视 这多都要挂目 但是都没想到 没想到 自己都觉得很厉害 大家都觉得很 你没回到民进党 你要回到什么人 回到国民党 改给国民党 我告诉你 真的你如果是改给国民党 我台湾人不愿意承认 我台湾人不愿意 让中国人统治 你要进来 波罗的海三小国 当时被苏联占领 波罗的海三小国 苏联替他办了一个总统选举 他们拒绝投票不到30% 所以那个选举全是不孝 那个无孝 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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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民政府 自己出来主办一个总统选举 投票率98% 全世界承认 人家的国家就起来了 台湾人不知道 要在当时这么多 就这样 但是近不是没不对 走得很辛苦 两年我 我们由2000 两年半 差不多两年半以前的 1月14号15号16第一期 到今天54期 中间都没有休息 初级班高级班 初级班高级班 当然我们现在高级班 速度很快 我们现在改成说 每两个初级班 就有一个高级班 不过高级班 一次都三百个 坐不下 坐不下 要用视讯 可以美国马上干涉 不可以 你不要看 我们这样在这里上课 我们54届里面 有四次 美国有派人来坐在后面 他一样缴钱 因为这个缴钱不是缴给我们 不是台湾民政府 我们是缴给我们这个 这个农庄 我们是在什么 我们在做民宿 你住在这里 人家设备给你 让你吃十多 三天两晚 照顾你都要收一万块 但是 这个老板 愿意说 他也愿意替台湾来做一点事情 所以才说初级班 减少 变成六千块 高级班就要恢复 没有 现在台湾人很奇怪 一个人往往往问 说 怎会财给班六千 高级班就要一万 他都没想到 本来财给班 你也要一万 我们把你减低 我们要感谢农庄的老板 这样好不好 祝你 本来以前农庄的老板 以前都有送那些做什么 那些补蚊登 高级班 但现在没有了 他说我这样送那些 我偷偷下去 这些本来是两千块 当然啦 这是人家他的好意 当然是希望 希望 再继续要说法律 法律很重要 因为你一定要听清楚 你今天在这里上课 你听两节课 我现在一节 礼拜天下午 做一点半第二堂课 你听两节课 你就知道说台湾的国际地位 你认为可能吗 有可能 没办法 你的头部不清楚 如果不像 你就是说 像日本和中华台北在打 你就会说我们大书 其实你的头部还没洗过来 所以你要买菜 我不是推销菜 不是啦 因为你那个书 你们在这里受训 那个书是可以买对价 你一定要买菜 新台湾论一定要买 我说一次 日子你要看 那不是说买回家 一本这么高很好看 放在客厂也很好看 我十几本吃得这么大本 要去讨论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后一次 你后一次 你高级班的时候 我会问你 你念了多少 你要带书来让我看说 你念了几页 我不是跟他念级的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政治经议班 现在开始五月份 开始受训 我要给你抗 为什么要抗 因为抗下去 美国跟美国开始谈判 你不能说抗下去 跟美国在谈判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买起来 你有老鸡爹 你是怎么主权独立 这个土地什么 日本天狼的 日本天狼的 所以美国说 台独代表战争 在这里 你要去问美国 要问日本 日本天狼 要问日本天狼 老鸡 你要想看 很简单的道理 这栋子是游先生的 对不对 各位我们来投票 来决定说 这个房子是不是变成我的 好不好 你不是说好 你如果投票给我 一人赏你一千块 这栋子是变成我的 好不好 不敢说你 你若你选的你就好 我没骗你 那就是公投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说 你也要 我现在问你 你会在那边犹豫 因为你知道 但是实际上 你发台独 你不知道 你想 我问你一个 来 白酒都拿去 我问你 白酒拿去 我说这句话 你看对不对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各位看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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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要去 我告诉你 你说你听完 我来摸这八金 我告诉你这句话 你看这句话对不对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 对的请举手 对 我名字要住在家 国宾饭店不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 怎么说 里面有所有权状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没有台湾的所有权状 怎么会是你的 但是正义上就用这个口号 给你买票 给你骗票 对不对 你是感情的动物 台湾是台湾人家台湾送 我会怎么办 对不对 好像说总统是你的 怎么办 好啊 问题你没所有感情 你怎么办 所以台湾代表建筑队是问题在这里 美国说台湾 这个土地明明是有主权的 老板是日本天 你怎么办是日本天 中国中国习近平精巧 2009年的时候12月15年 习近平那时候做副总理 跟日本政府说 我要去见日本天皇 日本说对不起我们日本天皇不是随便给你接见的 不然他就去拜託美国 叫美国安排 美国出面 习近平安排习近平去跟日本天皇上去 去跟日本天皇上去 习近平坐了 15分钟他说什么 他说 日本 我现在中国已经生活有一次了 我是不是自己日本天皇上去买台湾 日本天皇上去说很清楚 我日本红族从来没有卖过东西 拒绝了 公园组合分心结束 因为这个所在 我才知道 这是CIA秘密档案 所以我就知道说 原本中国人已经由2009年开始 就知道台湾这个土地 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 所以我才跟大声说 中国绝对不打台湾 绝对不敢打台湾 那你不用拍手的吗 不跟你打你也没拍手 跟你打你也反 台湾人啊台湾人 因为他如果跟你打兵去什么 建政嘛 所以你给他回想说 这次你给他回想说 诶 有点 那时候你以前在参总统的时候 有一个飞带危机有吗 2006年那时候有吗 美国派两宗航空母船 中国给你打肥担 空包弹有吗 其实老早是美国跟理政委说的 因为中国要打以前有跟美国说 老妹啊你注意啊 我是用空包弹啊 我没有用实弹啊 我来用实弹引起战争啊 他老早就跟美国说 因为你用实弹等于代表战争宣战 那如果空包弹就是没有吗 我演示而已啊 我空包弹 我说不会打死人啊 美国就跟理政委说 那是那些坏分的是 理政委说还是中国 中国一个将军跟他说 没有啦 其实是中国自己说的啦 所以还没结束的时候 美国那两家 航空母航就撤退了 有在这里 因为在国势法里面 你如果刚刚用实弹打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北韩金正恩有没有 炒天到买海有没有 美国府部队派很多 什么F22两家 还有什么航空母舰 什么舰都交易有没有 本来F35买不去的 现在韩国买60只 日本买60只 欧洲买60只 本来买很贵的 F3都很贵啦 那一只飞机都贵了 美国很爽的 大家都来买飞机 还贵的 阿爸说他会贵吗 不贵 为什么不贵 这里的政治的因素 我现在在你讲 我知道中国也在 跟我们听我们的演讲 他为什么不回答 我给你说咪咪 不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说 因为 在后就说 北韩金正恩 飞堂 起来 他如果起来 美国 我跟你说 在半空中就拦截了 如果拦截后 美国马上保护 一架下去 他就飞起来 金正恩就飞起来 但是 美国考虑说 金正恩如果飞起来 中国是一个叫做金正男 他的大小小生有了 刺到肥肥肥肥 他送你去白方去等 他如果飞堂 把金正恩收费 他马上回去接掌 如果接掌 变成北韩跟中国 国家好 美国说我就是你公共 我给你金正男 所以国际上有很多人 我们都看 普通都看一半了 所以中国 我们在说的 他现在对金正恩 他严格 不是 因为他吃一个金正男 所以金正男 那就没用的 他一天他吃得肥肥肥肥 你看 胸肥肥肥 每天飞鱼 抬鱼 就等了 等了有一天 如果我们 那些白痕的金正恩 如果撞起来 但是所以 美国对金正恩 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的时候 那些恨是什么 一天有这样的双方小的 我要自己美国给你打 我什么 三个飞堂 我用核子武器 他有没有核子武器 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你们有当时 在看不见 你看不见 你像我钓鱼台 我告诉你 日本要像我们台湾人 当做日本人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 你白痕 是怎样 美国不可以打 不是不可以打 他也有跟金正恩说 跟金正恩说 我跟你说 你住的那些隔壁 在中国 你如果加铃铛 我就在中国 把你引进金正恩 取代你 有一个小孩 他太没了 我三十个我做法庭 我怎么没了 我很好啊 我很爽的 所以怎么 都去给你虚人 刚才好 他如果说今天没有金正恩 我告诉你 美国绝对不用五分 这就解决了 很简单 但是国际上的政治 你们不懂 所以他没说 我头脑还不错 所以我会做判断 所以我说 我们跟美国 我们也在算这个 四月二五 我们美国 安排 我们去开机家会 台湾政府 我也说奇怪 稍等 你美国你要 你叫我去开那个记者会 用台湾政府的名义 有一点问题 照近天外来说 我们是叫做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有一个顶头上市 叫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照独立来说 美国军事政府在我们的上面 可是台湾政府的话 我们就没有顶头上市了 台湾政府有主动权 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以发行护照 但是 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能发行护照 我们只有能发行什么 旅行证件 所以我最近 头发在听 到底是应该用 Triple Document 还是用Passport 但是想到 大家人家推 但是推都没想到 他推 他就看到台湾Passport 他这要喜欢 其实旅行证件 跟Passport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但是 大家看到Passport 就比较高兴 各位 我认识 我也不给你看 你要Passport 请你举手 要Triple Document 带你去手 都没 你都没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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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责也没贴 旅行证也没贴 再一次 你要护照的 请你举手 好 你要履行证件 请你举手 我告诉你 合理的话 合乎法理 要履行证件 但是如果 我现在问题外 美国有几个单位 有的单位说 你要发台湾 台湾政府的Passport 有的说 不对 你要发台湾民政府的Triple Document 要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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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理想什么 我告诉你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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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 就好了 整个南韩 白湾 韩国有生日 两个民政府 一个民政府 是什么 Korea Korea 湾 韩国流亡政府 在上海 有一个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建筑结束 马上等一首尔 汉城 马上等一首尔 宣布 韩国民政府成立 另外一个 他当地人 生一个 我如果是 韩国的民政府 但是 接着没个星期 美军一边 美军一边 以后 以上这两个民政府 都会参照 禁止他成立 现在问题是 台湾民政府 美国会跟我们 美国 现在包含美军一边 在AIT 哪有 那时候 台湾也 可能有几个 台湾民政府 还是说 福尔摩沙民政府成立 那问题是 美国要承认哪一个 你有想过吗 你不用烦恼 美国一定要承认 我们这一个 是什么 我们控告美国 你们不能够 我们告了美国 在美国有注册了 他除了我们 他没有办法 去承认任何一个 那一定贏的 那你看有 我头脑有好吗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台湾民政府 美国跟你说 2010年的7月4号 邀请我们去 法治疗TC 设计一个办公室 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就申请 申请 申请后 3个月 2010年的10月4号 TCG 政策 美国官方给你刑刑 但是刑刑以后 我才有 那些文件我拿出来 我没拿 我拿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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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3年 拿到最近才拿出来 因为这3年里 我也要看台湾人 你是真真正在爱台湾 要来收分 还是因为看到这个 刑刑的证书 到这里来收分 你看到刑刑的证书 我们一定贏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 有啦 我这个拿出来 差不多已经三四高月前 怎样拿出来 因为 我们有一个政治人员 很多 李秀莲 我直接点名 把我们参议院的主席 议长 张文彦教授 跟他说 你台湾民政府拿出 八十六台 我这要相信 那张文彦教授 那张文彦教授 张文彦教授 他当然 他没看到这个 我没给他看 他说 我两个月之内拿给你看 他回来跟他说 我说 不用两个月 两天就给他看 我妈 上去 我们的官网 公布 公布后 他也删一张 他现在玩了什么 白子黑子 你要相信了 对不对 他说 这个是美国发的 我不愿意当美国人 我哪有 人家哪有 叫你当美国人 没有 是我们台湾人 自己 要组织 我们台湾人的政权 台湾人的政府 所以他说 牛美的哈佛 那位 那位做 特殊 跟马英雄同学 我现在说 马英雄同学 我跟马英雄 跟我是同学 我是建中 我割入的 我那里割入 建中 他也是同样 跟我感觉 在你建中的时候 你知道建中是 大家都很脏肥 都要向上问 你贲几分 你贲几分 问来问去 偏偏都一定有一个人 死都没说 他贲几分 奇怪 大家都在说 你贲几分 保送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有保送 你拼到买 我小学毕业 我就割到第一季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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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 你又割到第一季 我跟你说 我小学割大同的时候 送到100分 大同 毕业的时候 割建中的时候 送到100分 万分 头哪有付 好 好 这边拍手 自我得意一下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几十万个 没两个三个 百分 好 来 他现在 他高中一年 马英九 他有三户没击够 所割48分 你不用跟我怀疑 你看他在操纵 我们现在台湾 中华民国 他的金融 他在领土 你也知道 那些人很厉害 所以四十八分 不可以报告 寄他们 那边做 国民党的 市長部的主委 来好好施压 才让他 先进去 所以 高二到高三 去讨论 讨论 台湾 不是台湾 建中 那时候 我那时候 我有二十四年的班 高英 马上六十一班 去春二十三班 那时候 理考较不好 两班 去讨论 一班是十八班 一班十九班 十八班是什么 就是那个 文座的 就是乔生 乔生 乔生十八班 台湾的 十九班 所以 他十八班 你可以见面说 他是乔生 所以 他到 他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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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 10天 因为加分 三家四家 都变成台大 这是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 比较的台大法律系 学生 只有一位科普教律师 中央美国律师 名字叫做 麻营救 你要用中山奖 成绩 他们老婆 他到三天 官集 哈佛 去讨 哈佛的法学博士 法学博士 他讨的文明是什么 说钓鱼台 是中央美国的 看有效 因为那些高校 给他培训 给他做 做那些 那些 那些博士 那些老师 变成台湾 吊鱼台 你国际法律 哪有可能是中央美国 所以 哈佛比较 哈佛 那年 只有一些人 没有考虑美国的律师 名字叫做 你都知道 所以他哪有讨论 他是中央讨论的人 所以中国人 都可以来做 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不是中国人 他中国人很厉害 他用什么手段 第一 榮民一定都到他的票 对不对 国民英文也要到他的票 还有 马英九 马英九 那时候他要算的时候 我记得 我刚才有一半天 乘到他 他可能看到我 我有什么拼 但是我知道他会到 他走过来 那些男人都记住了 我说 是 所以那年 那年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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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三分之二 对不对 你要看 小的圆导 有票数 所以我们现在的酒店 个个也很圆导 你明明看 我们的酒店 个个都圆导 又少年 大家都要看 不过我们的酒店是不一样 我们的酒店是不一样 不是 跟美人的酒店不一样 他是 那些床而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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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但是你看 马英九 马英九的 新闻是什么 他是不是美国的公民 还是美国的 绿客 我跟你说 民进党 都不能脱皮 说整部 三个人去告 我 我去告 我去告 我叫马英九 在美国 發言跟我说 告到美国的CI 派人来坐飞 台湾来跟我说 林先生 你别再告 我有怕你了 马英九 我跟你说是台湾 马英九的身份 他是绿客 但是 因为 他拿绿客 他跟李清安 同样 坐车 因为坐车 不用减车 不用回家 坐车去多伦多 为多伦多 才坐飞机 台湾 所以 杨树立 说一句话 马英九的身份 非常复杂 有啊 为什么复杂 因为在法律上 理论上 马英九今天 马英九三个字 还在美国里面 是什么 他在等什么 他要做绿客 要做美国国民 要两年半加一天 在美国留 他现在没做总统 他要背后 他就马上变成美国人 你听不懂 李清安 因为搞怪 李清安 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执行 杨树立 把你驱逐出境 美国的狗子 我这台湾是我的 你驱逐出境 他公布他的资料 说他是美国的公民资料 他没贏 你看到 政治是这样 在算就这样 所以你来上海 你跌到多少就在这 很好玩 对不对 好不好玩 好玩 上海有记得吗 我还跟你说 你能吹个头皮 好吗 因为现在国际上 大家都扶手 大家都扶手 我问你一个 日本天国的国际是什么 日本 来来 你叫你的 你自己说 日本天国的国际是 日本街的牵你牵手 没国际牵手 美国际牵手 没牵手 没牵手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牵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日本天国没有国际 跟我们一样 我们美国 美国的办法 第一个 台湾人无国籍 我们台湾人跟日本天国 一样 但是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 在那里 因为日本天国不用做兵 日本天国不用做兵 所以日本天国 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他没有国籍 国际法在那里 你有这点 你跟他去跟他 讲草不见你就 你就打得了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对日本人 你要说 你如果看着我 跟日本人说 你看到我 你要给他 他说 为什么我给你 我跟日本天国拼大 你说怎么拼大 你问日本天国是什么国籍 他就有因应 我告诉你 日本人搞不清楚 日本天国什么国籍 日本天国不国籍 因为日本天国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他没有国籍 台湾没有国籍 台湾人什么时候才有国籍 这问题 什么时候会有国籍 什么时候有国籍 我们变成台湾政府 台湾的passport拿到 台湾的新闻情拿到 这样有国籍 No 什么时候有国籍 我跟你说 说起来你不要相信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台湾的总督府官制 到今天仍然存在 仍然有效 所以日本人 人民台湾总组的时候 他只要任命的那一天开始 台湾人的国籍就有了 台湾国籍是什么 大日本国 大日本国 现在现在日本政府是什么 小日本国 小是我记得加上去 它是日本国 所以日本是叫做日本国 台湾是大日本国 小小的变成大 大的变成小 所以我跟日本人说 老拜 你如果来台湾 你要先鞠躬三次才能够进台湾 因为我是大日本国 我说不是没道理 日本现在对我很钦佩 我说以前 日本是我们去拿到台湾 也努力的把你们台湾变成日本人 他稍微有看不出台湾了 现在在电阻表屏 变成说我们是站在上面 变成日本天皇的新民 秦是大臣 臣民 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国民 身民比较大 所以今年八月十五 我们要去祭拜日本建国神社的时候 我们要站前 他要站后边 因为我们是身民 所以我们去日本建国神社两次了 九年到十年 每一次150个 两百二十个 日本建国神社的内殿 最大致 日本人都没有相信 可以在内殿 这些价格 所以有人对我们去的日本人 可以在内殿 内殿是什么 是日本天皇在祭拜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内殿 有的日本人说 我整四人去日本建国神社 我慢慢让他说可以在内 不可以在内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是他的身民 臣民 所以我鼓励大家 去参加日本建国神社 来的会员 叫政会员 当然我现在还没跟你们公布 但是有一次我会跟你们公布 你们可以加上 一个人是要交一千 一千一块 一千 没有 就要三千块 日币 三千块 差不多一千到一千一块左右 现在比较少了一千 我们要加加力 加力 我现在怎么说加力 因为我们加力 他有十万人 如果加力 我们也要做理事 我比较大 我是臣民 他要相信你 我们拿出政绩来 我是新民 你日本是国民 无中无中 台湾变得这么大 日本人说过去我自己 討历 我们现在的 我还要听你们 没办法 大家认识 在那里 尝尝尝的都同样 但是你要更听聪明的人 我们台湾人 更聪明也不是 是不是 自己都没有自信 更聪明 你聪明的人都在投票 透明的人都在投票 台湾人 阿好笑阿不知道阿好气 你明明都 你就明明投票 你就一直在投票 我们现在投票率 差不多67% 其实我们只要拉17%下来 美国就要去 但是17%我们拉不下来 很难 我怎么说 政长跟我是好朋友 我要去投他一票 我什么有喜事 家里有喜事 政长有来 有送了红包一万块 我们可以给他投一票 很多就是这样 对不对 台湾人就很重视这种 人情毅力 你没得了 真的没得了 所以 我们自由案 用法论 所以我给各位说 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 没有叫各位去革命 听清楚 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们来 接干起义 你说请你走前面 我们跟在后面 让他去死 你不用死 现在大家 我们不是做革命先烈 我没有叫你做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是什么 是站起来 就死掉了 我只要各位当什么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生育的人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先行者有福利 我等会跟你说 我礼拜准备跟你说福利好不好 来你堂两次 革命先行者 来开始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我们千万不要去当革命先烈 如果要做先烈 那些人让他去做 我们不用 你如果在示威 你坐在家看电视 马英雄就是这样 你在示威 人家在游山玩水 台湾人 走到膝囊要回去 说我走到死 没效 你如果要抗议 要向什么抗议 美国嘛 你这个共产民国抗议有什么样 所以马英雄 这个阿宾 他叫关于到死 的原因在这里 三年前 刚刚关于时 美国就跟我说 我就叫阿宾说 以前不要退回来 给你退回 等会儿你也给你关于到死 你要看 我们4月2号4月3号 在自由时报 跟联合报典功 美国应该 从 陈崔扁先生 不是总统 陈崔扁先生 送到美国 有没有 我们有 我们有说的有没有 今天报照出来了 马英雄 训理 训理不及烟了 事先都没有通知 他乖乖乖把他送去台中 有了 那个培德什么 医院有了 再去 对对对 今天开始行动 你看 过边多久 三个月到六个月 一定把他送去美国 所以真的去救阿宾是烂 不是 说要救阿宾 那都没效 你在里面 你把他送去 他的体制理念 你在叫什么 你要把他骗 你救他什么 对不对 中华民国会跟你说 阿宾传加选机 你台湾人没台没钱 你华冠的人 你来做我的总统 你在侮辱我们中国人 就要把你冠的事 应该嘛 你就不要跟他选 中华民国 你台湾人 你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 国民都投票 你有投票 走 放不下 大家都有 大家都投票嘛 没有啦 没有穿英文都不一样 你本人不能投票嘛 你国民你不是公民啊 你有投票啊 你说没投票 这也是救他 哦 好啦 好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错 好啦 好啦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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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太太兴奋 你今天回去 你不用多久 你妈上过去骗他 我跟你说 你不小心 我等下 我这个 明天 后天的课 我再给你们 人 你们就说 你又哭哭哭了 不吗 不吗 来 好 来 好 听清楚 台湾几年退出联合国 1971年 对不对 1971的请举手 1972的请举手 退出联合国 那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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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 好啦 好啦 你们算较聪了 较聪了 台湾从来没有退出联合国 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 台湾也从来没有与其他的邦交国断交 因为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建交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嘛 不错 想起来都变得联合国 我不知道 我教育成功啦 帮我拍一首 我知道 我们虽然是在上課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要说一次 你们真的要买新台湾论 因为我上課两点没办法都说得很辛苦 说很多没办法 你自己要靠你自己 新台湾论里面有些很多的重点 这个重点 你如果在外面遇到 你马上改变 所有的问题 通通在新台湾论里面都有 每一个都有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有没有效 开罗宣言有没有效 听清楚有效 有效 有效 但是对台湾无效 有效 因为开罗宣言在1943年12月 在策畅的时候 就有答应 美国的总统 和英国的 收拾 他跟他答应 他说如果 战争以后 台湾 台湾 能够回到我中国 他就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 1943年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 还是属于日本政府的 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他万万没有料到1945年4月1号 因为明治宪法实施 台湾就变成神圣不可分割 所以1943年的那个时候 他没说 在法律上来说 台湾那个时候 不是属于美国 也不是属于英国 也更不是属于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 所讲的宣言 Decoration 一种主张 本来是战争时候 所主张的主张 没有用 没有法律效率 但是 建政的法律效用 在旧间和平条 有一部分会被采用 路边怎么变成无效呢 因为1950年的6月25号 韩战爆发 韩战爆发就是 毛泽东派他的志愿军入侵韩国 然后呢 这个时候美国开始改建 美国宣布6月27号 台湾地位中立 然后在旧间和平条的 在1950年的12月的时候 周恩来向联合国提出控告 他说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 叫联合国表决 美国也提出来说 中国侵略韩国 两个案子通通表决 这两个案子表决的时候 美国提的 中国侵略韩国的案子 有通过 就是证明说 中国已经违反 当时对开罗宣言的承诺 不侵略其他国家 所以从那个以后 1950年以后 美国在1950年签的旧间和平 改变态度 是这样来的 因为中国 周恩来派武修权等 九名的代表团 到美国 联合国去的时候 他要求表决 美国侵略中国 侵略台湾 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 这就是联合国 跟你说 你拿出证据出来 他拿不出来 拿到现在也拿不出来 所以他只有每一次 跟其他国家 要严重的时候 跟他说 这样子 你要承认说 台湾是属于我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有一些 比较小的国家 给他金钱 或是什么的影响 跟他相信 但是加拿大说得很好 加拿大说 我怎么承认 台湾又不是我的 我怎么承认说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是我的 我才能够讲话 那不是 你听有意思吗 你的桌上的东西是属你的 我不才能够讲 不是属你的 我是要跟你说 就是这个闹钟 这个是我的 你说你要拿这个 我才会给你 我当然可以想像 这个闹钟是给你 可是这个闹钟不是我的 我怎么能够讲说 这个是属于你的 不行 那逻辑上你看有 台湾人不太有逻辑 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你看美国人 西方人和东方人 对聪明的概念不一样 东方人就是中国人 他对聪明怎么说 什么人越厉害 越聪明 怎么说 英雄推崇的聪明的人有谁 聪明嘛 主教人嘛 主教人嘛 主教人怎么聪明 他说 空城祭 有没有 他明明就来没有部队 站在城墙上面 在担心 人家要给入侵的人 看来说 这家庭 可能里面有美兵 所以撤退 那又是空城祭 而草禅借鉴 他用很多街的人 草人 利用户外 草草那边 又一直生六十四十十万基 就变成优质 他说他很聪明 那怎么越厉害 骗人的 越聪明 这是中国 世方人是什么 世方人的 牛顿 爱在生聪明 发明东西 发现地心人类 两边是 逻辑上的观念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要做一种 我们台湾人生很好 我们今天去美国账命 我们来有美国人权立国 我们又是像日本人 日本是人格教育 人格跟人权 在台湾这块土地都能够生根 各位 我感觉保证 台湾后面绝对是 全世界最好的一堆报道 台湾人气质 1945年8月 15日全国投行以后 两个月来着 因为那时候中国军 还没进去嘛 两个月来着 台湾人没警察 台湾人没军队 但是台湾人的犯罪是零 没人犯罪 就像子妈咪 9年3月1月的时候 日本是那些人 大家没东西好吃 大家去西班牙人 拜堆 甚至有人 拜到还没教育 腰死去了 他肯定腰死去了 不会去插堆 中国人一个人一回 台湾人的价值观都没去 所以我们 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我们这些本土台湾人 我们这些台湾政府这些人 就要开始 自我来 约束我们自己 不要违反社会一般的价值观 中国人一天到处会人骗 包括现主席的书法也同样 中国民国书法 红包文化是非常多的 你送我红包 我伴你没多 他也很敢说的 你毁服你骗买 我骗一片买去给他扔到 把他扔死去 我如果要给你伴四行 我给你什么 持马商人 你骗买的扔死人吗 对不对 持马商人就是持马商人 持就是骗买的 骗买的扔死人 四行 我如果你红包 你多帮我看你没行 那个没座是什么 我说马持商人 对不对 买自己走的 去给你扔死它 你就没做了 这中华民国是这样的 中华人就是来这一头 记得 都够设计嘛 够设计嘛 够设计就够设计 够计票 够计票就一直来这一头 我说一个例子给你听 这例子可能正常有效啦 怎样说呢 在中华民国书法里面 你有原告 被告跟什么 正人嘛 对吗 三个嘛 还不是 中华民国法律里面是什么 原告跟庇国都会说白菜 都可以说访 跟一个人不能说白菜是什么 正人 这我不要加太多 你加上来说 加上去犯罪 我不要再加你加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三个你好好的运用 这样你也要运用 你打官司永远是赢的 就这样 这种是不正常的 真的是不正常 所以你说大白律师 什么叫大白律师 越说我说不错越大白 美国人就没怎么说不错 美国人是没有办法 美国它的制度 不只是陪陈制度 它的陪陈制度另外要叫deposition 这就是什么 就是说法官要扮以前 他有主教叫你 原国和彼国都叫律师 去一个地方办公室 不管上海办公室 去对话 什么事情都给你问一问 你都要回答 这样是没有骗 其实法律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拜台湾民进府 我们的司法我给你保证 绝对是很公平公正 而且绝对不会让我们的人民 受到任何的援曲 你说好不好 所以我是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有很好的憧憬 所以我们就差不多了 我们等一下楼下有点心 你要吃下去都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越来 你知道我们三天有人 最多重三公斤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所以你如果说不怕的 你做你去打野 如果怕的四可而止 我们现在洗澡 洗澡在 后面在六楼和七楼 是我们的男士洗澡的地方 女士都在这棟 我们房间里面就有浴室 你如果万人家 刚才有无家事或是无事 我们的人员都坐在一楼 我们坐到11点 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 我们就能给你解决 好不好 来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